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中文通 看到我現在興奮的表情了嗎 終於又是睽違已久的女優訪問 而且是三年不見的新友菜 再度造訪台灣 大家好 我是新友菜 請多謝 要闡述一下我的心境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就是 我很喜歡AV才做的 AV大好嗎 哇 謝謝 也是因為有像 阿琳娜這樣子優秀的演員 才可以讓這個頻道如此的茁壯 而且最重要的是 阿琳娜是 第一個到這個工作室採訪的女優 我覺得這個真的 太榮幸 真的嗎 哇 耶 距離上次來台灣也有差不多 三年的時間了嘛 這次就是阿琳娜來到台灣 三年再過來 有沒有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這次就是阿琳娜的地方 空間在空間 然後 台灣的臭臭 然後 懶惰 很懶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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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菜 因為有一些觀眾朋友不知道 所以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說 這個名字的由來嗎 真的 很棒的 但是 新的 已經有7年了 所以 已經有很多 自己的中間 都沒有改變 很多 所以 所以 名字也改變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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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其實也是讓大家 非常期待耶 那剛剛提到說 既然 來到台灣嘛 已經回回三年 就是想要問說阿琳娜有沒有 特別想要去做的事情 或是說 吃的東西 台灣的吃東西 非常美味 好吃 所以 一昨天 我來台灣 只要來台灣 小籠包 很多吃了 但是 還要回到 小籠包 100個吃 小籠包 真的 我們大家也都很喜歡吃 那剛剛已經討論到說 阿琳娜講 來台灣想要做的事情 那 其實 旅遊解封是 雙方的事情嘛 也是 有超多台灣粉絲 都到日本去玩 就想要問一下 阿琳娜講有沒有 特別想要推薦給 台灣的粉絲 一定要去的地方 或是一定要吃的東西 日本的 我推薦的旅遊地方 是 因為 海是美麗的 沖縄 沖縄也不錯 沖縄也不錯 但是我 很喜歡蟲 所以 北海道也不錯 對 對 有些性感的女生 有些女生 踩到 巴勒斯克東京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然後說有漂亮 性感的姊姊 跳舞在東京的 巴勒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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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搜尋一下 我去過 那推薦 東哥一定要去 我去過 有嗎 很華麗的地方 真的 北海道我也去過 那邊的螃蟹 是真的 非常優質 所以 阿琳娜講過 還是個旅遊內行人 那這樣 剛剛其實我們也有提到說 阿琳娜講 有出道 差不多七年 那這七年來一定也是跟 粉絲之間 有留下了不少的回憶嗎 就是想要問說 有沒有哪些粉絲就是 給阿琳娜的回饋 例如說給你的 東西 或是跟你講的一些話 讓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這樣子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很多的 但是我 我 當時是19歲 但是 我現在26歲 就變成大嬤 也有 但是 我的粉絲 阿琳娜的朋友 都叫阿琳娜 阿琳娜的朋友 阿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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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必須還是要說 就是阿琳娜在業界也是 數一數二的 已跟粉絲互動 聞名 就是說 粉絲在跟她互動過後 絕對都會印象深刻 就是說 哇怎麼會有 對粉絲這麼好的女優這樣子 完全沒有 可是應該也是這樣 阿琳娜應該算是目前 業界最頂尖的女優了 那還有沒有什麼 想要 完成的目標 或是想要去做的事情 沒有成功 還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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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 只好 十年 頑張 剛剛講到說 業界最頂尖 然後最近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有看到一部作品 阿琳娜講跟 山上優雅還有 湘澤南小姐 一起共演了一部新的 合演作品 業界已經很久沒有這種 這麼大型的 共同演出 而且就是 把三位巨頭這樣合在一起 可不可以請阿琳娜講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部作品拍攝的一些 感想 梨上優雅 將會引退的記念 優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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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中超級 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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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只要是否也在想要求 Yewa和美奈美也很高的女優 所以我能在一起 所以我能頑童地撮影了 但我可能不太是不可 Yewa和美奈美奈的女優 嗯 但是 嗯 Yewa-chang どの道路に行っても 絶対に成功者になれるし 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もらいたいです 嗯 聽了這個感想 我是覺得說 其實 巧本 喔 巧本 巧本です 不要躲在那裡 唉呦 我不要 就不要躲在那裡 你就不躲在那裡 呵呵呵呵 工作です 呵呵呵 謝謝 聽了剛剛那個感想 其實就會覺得說 阿里娜好像會覺得 兩位一起共演的 能力更強大 可是我覺得從 畫面呈現上面來看的話 阿里娜那個 美貌跟演出 絕對都是好不遜色的啊 全然負けないような 本当 優しい ありがとう 呵呵呵 那也是請大家到時候 一定要支持這部作品這樣子 最後 最後的最後就是說 阿里娜將即將會在 八月來台灣參加 TRE成仁展 那到時候 會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喜 可以先小小透露一下 嗯 無所謂的 無所謂的 有 這個就是說大家 票應該都已經準備好 要刷下去了吧 敬請期待啊 千萬不要買票 那因為到時候 TIE也會有一個 ABPLUS 風雲大賞頒獎典禮 那 不知道阿里娜 對這個頒獎典禮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啊 因為 阿里娜也在日本也是 奪獎無數的嘛 初めて やる やつだよね 初めて說 這是第一次舉辦嘛 嗯 嗯 だから どんな感じなのか まだ分か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 まあ楽しんで参加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是非来てください はい はい 這個其實也是請各位粉絲到時候 不管是用什麼管道 一定要 對阿里娜献出最大的支持 這樣子啊 那我們這邊也到尾聲了 請 阿里娜給我們頻道的觀眾 想說的話 このチャンネルが良かったら グッドボタンとチャンネル登録 忘れずに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是非TREにも遊びにきてください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請按讚 好 好 好 我把這段剪下來 之後一直用 你要片尾就是這一段 コントロアグッド チャンネルでコントロス リピード リピード 喔 這一段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就是 可以在這裡採訪到阿里娜 睽違了三年 終於再度見到本人 真的非常開心 那請各位粉絲一定要繼續支持他 然後別忘了到TRE現場奉獻你們的支持 今天的節目操作到這邊 我是中松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新友菜 新友菜 將會出席8月2日 ABPLUS年度風雲女優大賞 在TICC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另外在8月4日到8月6日 也會出席TRE台北國際成人展 請大家一定要到現場支持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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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